侯友宜 你好 我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11天了 辛苦你喔 不會 親自致電給新北俠區內居家隔離的市民 侯友宜語氣好親切 很多像蔡佳姐 妳這樣我跟妳說正經 我就很安心 我就很安心 快不要這麼說 我真的很感謝妳們 一再感謝市民乖乖配合 侯友宜防疫視察 工作忙不停 一早在防災會議上還下了指令 儘管不到封城階段 但身外部署都已就緒 外里有特別的狀況出來的時候 我們主要在整個 整個物資人力的盤點以外 如何來限縮某部分 來應應我們緊急的狀況 來做有效的管控跟處理 做最壞的打算 也要做最好的準備 封城的時候 不過是要照這種程度 它這個大部分的權限不在地方 所以我們大概最多是桌上演習 地方先把他準備好 等待中央一個命令下來 我們就能夠補位 馬上能夠立即啟動 那這個部分 我們自己才是最重要 被柯文折酸再怎麼部署 終究是桌上演習 侯友宜還就強調會持續演練 而雙倍首長早就因為該不該盡全力防疫 隔空較近好幾天 這個疫情短期內不會結束 所以不要說疫情還沒結束 我們的經濟已經垮掉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還是一個戰略上 力不可用盡的戰略 沒有使用什麼潛力不潛力 沒有人打仗是到最後一道航線 才在最後一道航線 還是有做超前準備 但是我們是這樣 超級步驟 不用超太多 不要疫情擴散出去 等擴散出去 那一花不可收拾的時候 大家有一個觀念 預防 遠勝於治療 你一言我一語各執己見 終究就是為了市民好 但防疫期間北市府 不僅跟新北市部同調 還因為日前一名 被開罰百萬元的居家檢疫者陳澀 在機場留下假資料 跟趴趴造失聯 開酸中央執勤不給力 我們認為說在內政部進館的時候 那個時候應該已經做過相關的確認 他的手機應該是可以通的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填寫了這些不實的資料 那我們後續的執行 的確發生了很大的困難 防疫期間 中央地方封緊神經 誰都不希望包出現在自己身上 我能記住 Wat來的 我們在公司 是比較這一點 但是我們是有資料 好